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符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出租车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这次会达到一辆什么样的 而我朋友进入话题 出租车的哪些事 汽车还没被发明之前 英法两国的马车已经衍生出了出租的业务了 1635年时 出租马车在英国便合法化 而一直到1897年 世界上第一台以汽油为动力的继承车 才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现 提到打滴 价格是除了安全性之外 所有乘车人最关心的点 全世界打滴最贵和最便宜的地方在哪呢 就在去年6月 全球知名的机场接送服务网站 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 以5公里为单位进行计算 埃及是全世界打滴最便宜的国家 只要0.84欧元 折合人民币现在不到6块5 紧随埃及的是印度 泰国和印尼 而同样距离 瑞士却要22.68欧元 折合现在人民币要173块8毛 是世界上打车最贵的地方 三名英国学生保罗 约翰诺和利 想知道乘坐一辆出租车出行 最后计价器的价格能有多高 2011年时他们开始了环球旅程 15个月里保罗和他的两个小伙伴 穿越了近50个国家 总行程四舍五入约7万公里 如此狂野的操作 直接收获了吉尼斯最长出租车行程的缝号 最后计价器显示 7906.8英宝 打第一时爽 丢东西火在场啊 3月10号 Uber公司更新了2019年度 辣东西大数据 手机 钱包 钥匙和包包 霸占前四名 紧随其后的是耳机 衣服 眼镜 其中把AirPods拉在车上的人 比2018年多了21% 接下来更精彩 假牙 一箱子垃圾 一块巨石 甚至钻石袖扣 这些被列入了最独特的仪式物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第一次去伦敦的时候会观察到 他们的黑色出租车 车顶怎么比普通出租车高那么多呢 查阅之后便会知道 虽然当然英国人不怎么戴圆顶硬礼帽 但在过去 出租车空间必须足够高 高到客人坐车时 不必摘掉他们戴的帽子 说到坐车 谁没有被动吃下过 司机师傅的音乐案例 但在芬兰 最高法院裁定 开车时公放音乐 等同于公开表演艺术家作品 所以出租车司机必须支付 大约每年14英镑的版权费